净界法师 为马明大师做起信论 会向归信 以显异心泥雾差别 异心法 立二种门 为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这一段是个总标 就是说佛陀的一大实教 在大圣佛法是分成两块 一个是三界为心 一个是万法为实 当然他们两个共同点都认为 你的心力是带动一切的法力 心是根本 但是这个心到底是哪一个心呢 从三界为心的角度 它是从理想化 从真如心下手 但是从为实的角度 它是比较务实面 它从第六意识下手 那么这两个各有利弊 我们待会再说明 总而言之 佛陀在经典里面 的确在心的方面提出了两块 一个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 一个是生灭的第六意识心 的确是这样子 那么等到佛陀灭度以后 这些弘法的大菩萨们 就根据个人的喜好 他就分成宗派了 一为心宗的 安立了性宗 比方说天台 禅宗 华言宗 都偏重再从理想的心性 这种亲近心下手来修行 那么为实宗是认为 我们应该务实地面对自己 他从染尽和和的 第六意识下手 当然这个各有各的根据 但是如果说各树门庭 甚至于分合饮水 各走各的 那么不能互相融通 那就不圆满了 那么一直到马明菩萨 做这个大圣起信论 他会向归信 马明菩萨 他把相宗的第六意识 把信宗的真如 把它做一个整合 他怎么整合呢 他把一心分成二门 第一个心真如门 第二个心生灭门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这一念心 大致上分成两块 一个是从他的本体下手 一个是从他的作用下手 强调本体的 他就是用古力的法 他告诉你 哎呀 你也是不得了的 自知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别 他用古力的法门 来带动你 教你安住真如 把心带回家 相信你有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真如门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让我们站在与佛陀的 同一个立足点 来称信其修 而站在为实的角度 它偏重在我们内心的作用 这个作用 就有好坏的差别了 所以他强调如理作义 来让我们断恶修善 那么这个地方就各有各的重点 一个偏重在心性本体的安住 另一个偏重到心性作用的调伏跟引导 但是这两个 马明菩萨把它贯穿起来 他说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 一个强调本体 一个强调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